有人認為說你是不是一隻穿雲艦來到民眾黨 所謂的穿雲艦大概是指柯寒培的事情 完全沒有這回事 韓市長他們那邊先討論過 有人認為說你是不是一隻穿雲艦來到民眾黨 我今年民眾黨認識的之前當然有跟柯市長見過面 但是我進來民眾黨的面試官是我們的秘書長 在旁邊 那後來秘書長他們怎麼作為的安排我就不是很清楚 那我進來最主要是 負責媒體還有議題這方面的一些相關的工作 那你所謂的穿雲艦大概是指柯寒培的事情嗎 就完全沒有這回事 我只是個人個人進來上班 然後那進來上班之前 我有跟韓市長報告過 他也給予我祝福 你有什麼可能像當時韓市長一樣 再造一波韓流變成一波新的科技 我覺得那可能想像太多了 那我進來就是因為有朋友介紹 有朋友介紹 然後認為說我在民眾黨這邊媒體事物相關的方面 可以發揮一些以往在新聞界相關的經驗 做民眾黨的參考 那你現在有時候可能半點就是藍白色的橋樑 這不是我能夠回答的謝謝 那未來也是會退黨加入民眾黨嗎 我是在2017年加入國民黨的 那時候韓國瑜要補選黨主席 那我本來是五黨籍 那因為他要補選黨主席我才加入國民黨的 那事實上我一直也沒有擔任過黨職什麼各方面的 那現在到民眾黨來算當我應該會加入民眾黨 有期許嗎 或是會在哪個部分代價 那民眾黨最近這幾個月來在對抗疫情這方面的工作 事實上是讓我蠻佩服的 那這也是我想加入民眾黨來幫忙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那將來當然是將來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幫民眾黨監督 監督政府 聊一下你心中柯文哲跟韓國瑜分別是什麼樣的 我真的忘記聽你 才會扮演穿真影線 也許有機會的話是不是可以讓柯市長跟韓市長可以見個面 柯市長跟韓市長他們之間 我相信他們有直通的管道 沒有必要通過我 我只是個人身份進來 跟韓那邊沒有關係